十分红柱变成灰 大家有没有烧过炭? 不是那些烧炭 烧炭 不是那些烧炭 不是那些烧炭 如果有人烧过炭 炭烧到最后的烧炭 只剩一只杯 十分红柱变成功 放好有水写味道的问题 你留意它转弯的地方 这个印象要留意它转弯的地方 你在第二天核张的时候 你那个弯位是怎样做到的出来 这个可以参考 因为你转弯就这样一点树 一点树 粒粒地转过去 很容易 它在哪里摘筆 在哪里摘刀 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这个算法 但是呢 如果这样看下去 你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是每一 准水一家走他 帮张出来的时候 肯定是有的 会后的样子 但不会 突然把张出来 当这个会后 以前发挥了他的心得 他的感慨 对啊 要他经历一下 对啊 这一方印象 就是出自清代这一位做官的 徐宗干 大家知道清代当时的官场 有十位称呼啊 接下来 空拆啊 有十位 τι 滚啊 对啊 日本酒 所以出自清代补 當時進去的,當時為觀,日後會變成怎樣? 復貝,還有很多復貝, 那是怎樣復貝啊? 是甚麼受益之下? 復貝呢? 他就忽然了, 然後就寫了一張畫出來, 叫你, 好,他正在燒東西的時候, 不知道,可能他還想燒貪, 看下眼睛不好看, 先找他, 好, 生動地表現出方式為觀者, 前後的心態分裂, 當然有些是, 始終好像愛, 好像他一樣, 但始終中途有了變的時候, 他就看著他, 一尾黑尺, 有酒骨, 十分紅, 處天前灰, 一尾黑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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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想法是, 就是你還未入到官場, 但已經有消息說, 有個職位可以做, 那麽大致,我要做官那麽為民族福利,但做得這麽久,一邊升,一邊升,升到做處長那麽時候,那麽會十分好處 那麽會十分好處